哈囉大家好 我是MKC主播李玉成 說到超市 想必大家應該都是平常 在生活上有一些日用品的需求 我們才會走進超市吧 但是呢 在美國有一間很特別的超市 它是反而會讓你成為 選擇你要跟你的另一半來做一個約會的地點 怎麼說呢 在EMBA雜誌當中 有這麼一篇文章提到 在美國有一間名叫Lucky Market 也就是好運超市 這樣子的一間超市 它非常受到顧客的喜愛 但是各位知道嗎 它其實原本是一間有錯誤經營示範 的一個 失敗的超市 但是它透過了一些創新的做法 反而讓店家起死回生 怎麼做到的呢 這間超市的主人 沙朗夫婦 他在父親手中 承接下了這個超市之後呢 首先分析周圍的環境 他們發現 其實在他們超市的周圍 佈滿了許多連鎖超市 各位都知道連鎖超市它的最大優勢就在於它的競價成本很低 因此沙朗夫婦為了要降低這樣子的一個風險 他們決定 先降低他們成本 來減低一個資金上的風險 因此他們將所有的展示架 都使用二手的一個架子 同時為了增加顧客的體驗 在沙朗夫婦的超市當中 每一個店員的名牌上面都會放上個人資料 這麼做 是可以讓 顧客跟店員 之間產生大量的互動 而 店員也必須在顧客購買的同時 來推薦他們的食譜 和做法等等 這樣子下來每一間超市都有自己獨特的經營方式 甚至也可以規劃不同的娛樂活動 比方說播放電影 或是提供遊樂器材來讓顧客使用 而好運超市 它所提供物聯價美的商品 又充滿特色的 這樣子一個經營模式 讓 我們來到這間超市上門的顧客 他們 絕對 已經不在只是為了要買東西而來的 MKC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一個非常創新又有趣的案例 希望你們會喜歡 MKC我們下次見 拜拜